整庄搬運行李即將前往瑞典進行跨國文化研究 為了執行歐盟守護計畫 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 特別從一批收藏至1907年間的台灣原住民族館藏文物 展開追尋文物來源的研究合作計畫 也在賽德克族人的初步辨識下 發現有近百件文物可能屬於賽德克族 他們陸陸續續也傳了很多很多的相片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這些文物的相片就分類 我們就邀請就是說各個部落的這些主人的勤勞 然後我們做了大概八場次的一個半讀 針對這些文物一起做學習 老人口述然後我們中生代跟年輕一代 都可以可以好好的去學習這樣 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保存的賽德克文物 包括織品 生活器具 飾品跟狩獵用具等 而為了確保廣藏文物的文化詮釋跟運用 博物館也跟賽德克民族議會以及靜宜大學 簽訂MOU合作備忘錄 期待這些文物能協助賽德克族文化附贈與發展 真的難得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不僅是說我們可以知道說海外油竟然還有保有百年前我們自己主人的文物 那重要的是那瑞典博物館廣方他們也很願意以對等的一個立場 然後來邀請我們進去到瑞典博物館來進行做一個短期的一個調研的一個活動 為期兩週的調查研究參訪 除了辨識賽德克族文物 也邀請國外工匠師跟當地學者進行文化座談交流 族人表示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希望以這次研究為基礎 持續跟廣方策劃線上展覽 讓更多族人有機會認識百年前的文物 原視新聞 紅隊南投埔地採訪報導